男嘉宾你好 我是一浩丹丹 我想请问一下 听说你好像很喜欢你的家庭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马宝男呢 这个还真不是 那你是喜欢分开住还是一起住 我都喜欢 家 关键是有家的感觉 就是练家 您说的对 你不好奇他的那个声音表现那 相当优秀 有没有感觉遇到同行的感觉 有 很有压力 李 男嘉宾你好 我想请问您为什么这么执着于 来上《非诚勿扰》呢 就是第一次 然后就是跟导演组这么沟通好了 准备过来的时候 然后这个家里不幸发生点事 家里有人去世了 当时就是一直就忙 或者没有时间过来 然后第二次呢 就是疫情爆发了 第三次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小手术 但是我个人就是非常相信吧 好事多磨 事不过三 我觉得我今天一定会牵手成功 真的呀 嗯 你这一说 陡然让我的压力增高 她说我相信我一定能 这事我一下觉得就慌了我有点 是贝贝 男嘉宾你好 你父母曾给你弄丢过一回 是怎么回事 这么不靠谱吗 不回事不靠谱 其实也是怨我自己 那时候小 当时妈妈领我去姥姥家玩嘛 她理不住 我就先跑到车站等我妈 结果我妈没来 车先来了 后面那一成年人 一下就把我淋上车了 她以为我上不去 我就隔着玻璃看我妈已经到了 我就拍着玻璃 我说妈 我在这呢 我妈左右看没看着我 后来是邻居看着了把我带回家 当时给我好顿责物 明白我妈 我想分享一下我妈 就是不靠谱的一些事 我小的时候咱们家里面 有买那种小芋头 直接蒸熟了 然后蘸糖吃 但是我妈就以为 那个一盒盐是糖 硬生生地让我蘸了 然后给我喂着吃 我说这个太钱了 然后妈说嫌什么嫌 跟我吃 就是很不靠谱的事